各位弟弟们好啊 我是你们的堡垒哥 这段时间一直有弟弟在问 堡垒哥呀 看完你这么多期的堡垒之夜的视频 我现在是装备也会选了 板子也会搭了 跳脸发育也灵活了 可是道理我都懂啊 就是打不死人怎么办啊 哎呀 要不能怎么说你是个弟弟呢 好了 今天堡垒哥就来手把手 教大家怎么打 第一种跳枪 所谓的跳枪就是跳起来开枪 跳枪的优点就是用遥风白扭的生法 让对手的命中率降低 从而提升近距离的干枪胜算 只是跳枪的缺点也同样明显 那就是在降低敌人命中率的同时 自己也不好打坐轮 所以很多时候能看到 两个人在那奔来奔去 奔个半天才分出胜负 干个枪 还要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 简直呢 除了跳枪 近距离还有一种枪法技巧特别实用 它就是双喷打 双喷打法在实用时就是两把喷子互相切换 利用切枪来减免射击的间隔延迟 让喷子也能打出快速射击的效果 因为单喷威力大切枪慢 而粘喷威力小 但切枪快 两者组合用速度快威力也大 当然了 双喷打法虽然厉害 但是它对于手术射击节奏还有射击精度都有一定的要求 需要多多练习才行 熟练之后再结合跳枪继续练习 练好的这两招就能大大增加近距离的干枪能力 第三种枪法就是拜佛枪法 看看这道枪法在施展时的样子 就知道为什么取名拜佛呢 这一招在中距离十分好用 操作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边射击边重复按东键 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让自己对披掉更多的伤害 对方也没法精确的抱成运作 还能利用下断来稳定弹道 拜佛枪法可以说是花蜜苦笑和简单实用的完美结合 好了最难的来的 在这之前要简单了解一下距离的概念 在保女之夜中 记录上都是有一格一格的振翻型 以至每一格的振翻型的边长为240米 是边长为A周长为C 所以说根据周长公式C等于4A可以说 又开始吹牛批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有一点上头的 简单的说就是 格子的两端的距离为240米左右 而在这个时候 看到的敌人是什么样的呢 我咳这么远 这他瞄的要是能打中 我保你个直播吃香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狙击枪怎么在远距离击杀敌人 在远距离时 子弹会有下坠和飞行时间 所以有时候需要预判敌人走位 或者是抬高准心设计 只要你扭到这两点就可以成为万能崇拜的狱神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在《早上宝宁》APP专栏里面 在位置和小地图的参照物进行对比 比如说看到前方敌人在一个房子附近 在地图可以看到房子 离自己大概三分之一格 那么用一格的长度 240米除以3 就可以推上出敌人离我们是80米左右 当然如果你数学学不好的话 就试试第二招 右键打开狙击枪瞄准镜 当瞄准镜内的能物大小是两个刻度左右时 就可以判断距离大概是240米 这时候把刻度抬高两个 就刚好可以击揍路边跑步 同理当能物是4个刻度大小时 距离就是120米左右 想要爆头只需要抬枪一格就可以了 最后如果能物大于4个刻度 在这种距离则可以护灭狙击枪的子弹下坠 直接用主星对头一枪 绝对是一发怒魂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保女哥屌爆呢 不错传说中的福建狙神就是我 我那一手军打得可以说是出 卡通 五角军 火刀是墨墨 波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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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刀 波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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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在对战中 务必要养成爆头的意识 瞄准时多对准敌人的头部 因为单颗子弹的爆头伤害 是普通伤害的两倍 所以说爆头在对战中 能更快的击杀对手 总之在练习技巧和养成意识的过程中 肯定不是一触而就的 用理论之时的辅助 加上实战的灵魂运用 在面对敌人士紧急 比杆那你杆抱头给一枪 你跳那你跳 一砰弯弯脚 好了 这期枪把技巧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记得在赶上宝内APP专栏里面 订阅宝内兄弟 还有关注我们微博 乌库 B站 以及微信公众号 只要搜索宝内哥就可以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对